剛才博弈講的時候 邱明你一直那個 眼神就看得出來 一堆的問號看博弈 為什麼 不是啊 我覺得這些話不是講給我們聽 你應該是講給謝國良聽 你也有在謝國良那個群組嗎 對啊 我還做個建議哦 跟大家報告一下 大家記不記得就是 綠營質詢的時候 不是給他一個那個 醃尿杯嘛 那希望市長不是把他丟掉了 我們內部都有說 我說其實知識經驗真的很差 當然有人送你東西 應該會有其他秘書長等等的 幫你拿著幫你擋住 收了也是給別人代收 市長直接做這個動作 老講不好看 所以市長也覺得 這好像的確是有一些 所以他後來有出來講說 他也許也有些情緒 可是他不需要 用這種方式做人生 他有講 自己也知道 對他說啊 這是你建議的哦 我這時候有提到 因為聊天有提到 他說他當他播完之後 他心裡就有點後悔 哈哈哈哈 但是他真的因為 這也很氣你知道 因為大家互吵嘛 所以他有做這動作 他也覺得這東西的確要改進 所以我說對市長而言 他真的希望這個風波 能夠盡快的提醒 也希望雙方能夠用 你講的是一回事 謝國良做的不是這麼回事啊 剛剛講嘛 我們二月多 不是就是大家在過年前 看到那個報紙 那個開始Net登那個報紙 就本來是一個民事糾紛 搞到現在一個月 搞到罷免耶 好怕還在市長帶頭罷免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這個到底有沒有帶回在講 所以這到底是誰在炒大嗎 那這個你該不謝國良 每天開直播啦 什麼什麼的這個 這不都謝國良嗎 所以你應該安排他 去這個譬如說出外訪問 半個月再回來 就不要有消息了這樣子 好了這當然是 市長有市長的行程啦 對啊對啊 但是我必須講了 就說謝國良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說這件事情 現在不是基隆二姓黨部 不是國民黨二姓黨部 現在是二姓的這個信和社 出來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也覺得像博文講的 如果說今天沒有謝國良 在那邊指揮的話 就我覺得謝國良有點 讓我覺得有點不好的地方 是他有點敢做不敢當 這已經第三次 連三次了 第一次是2月1號 你去指揮警察這件事情 結果他也是催說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哇你不知道狀況之下 現在是交通處大道 可以去指揮警察局嗎 這是第一個 然後他那個應變會議 是不是他召開的 他也沒有承認 然後你是路過嗎 半夜路過嗎 這個大家也是質疑嘛 第二個 你就是說那個1920萬的 那個輿論費那個看板 那個廣告 所以他看板 他也說他不知道 後來是林佩祥說那個錢是 是謝國良出的 然後最後才變成是 基隆市政府出的 他也是不知情 然後現在這個二姓這件事 我不相信有二姓 而且是 你有知道 你有看到那個崔紹澤 出來的錄音帶嗎 崔紹澤說是前天 二姓的總社 找了14家的分行的高官經理 出來進來開這個會 然後而且是只是一個帶4個 而且他是人事實地 都指證的非常的這個清楚 而且他還拿出那個 那個那個連署表 拿出這個連署表 你覺得如果說今天沒有 謝國良的指示的話 哇這個二姓總社是要做什麼 幫老闆報仇 哦 因為你們對我們的少主要罷免他 然後我們群情激憤幫你報仇 相當合理啊 相當合理啊 我們要講 我閉嘴 對不起 沒事沒事沒事 抱歉 誰叫你用開放式的問題 開放式的問題 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就我了解啦 其實就我了解就是說 這已經不是謝國良不是第一次了 因為裡面有人就是有講說 在上次謝國良選市長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子做 譬如他就是要求你一個二姓的員工 一個要拉10個 而且你不只交名單 你交回去之後呢 長官要核查 當然會打電話去哦 就說你不是打給B B你到底有沒有支持謝國良 如果沒有他還會回來核查 那這樣這一次 這一次他是要你不能代比哦 你不能代比 你要這個因為這是連署書 所以你還要清簽 重點是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因為你要這設計你的KPI 如果你不做的話 你的KPI你的考金 你的年終獎金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些二姓員工就不會送 就覺得說我是來你二姓上班 我是做你信和社業務 我幹嘛還要再幫你多做這些 這種政治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啦 那再來就是說 我覺得現在搞到政治對決 對謝國良來講 不一定有好處 那當然待會兒講到這個通知委 家族勢力也蠻龐大的 那還有說謝國良 現在的這個形象他的不滿意度 已經快破表 已經將近四成多了 那你如果說你要罷免 因為你要罷免要拿出理由來嘛 那你現在罷免洪子偉的理由 是說他經常的表達意見 我第一次看到說 哪有人會用這個理由啦 對你罷免 譬如說地方社團要罷免謝國良 他當然會覺得說 你在東岸這件事情 你胡搞瞎搞 或者是大家覺得不合理嘛 那還有更多的理由啦 譬如說你疫後的一萬元 府衛金到現在都沒發跳票 你狗狗狗狗狗狗現在變得改成什麼 光陽改成中華 那而且你還發一百臺 你五萬臺都沒有 這個也跳票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你轉運在一趴 你到現在都還不營運 那這個還有再加上東岸這件事情 你會激發你的仇恨值 那像今天講的那個 本來是東岸那個現在 不是到八千多萬了 對那個是交通的 本來加起來是六千多萬嘛對不對 對但因為大家在質疑嘛 為什麼就是說看似是這個 Net條件比較好 你為什麼要給微風嘛 結果後來他那個交通處長王震宏 就是那個官很大可以指揮交通局的 那個出來講的嘛 他說現在已經不是六千七百七十五萬 現在已經到了八千五百六十五萬 他是怎麼加上去的呢 原來就多了一個一千六百九十萬 一千六百九十萬原來是呢 這個譬如微風 如果讓你經手了那一棟東岸的商圈之後 你要每年要維修 你要整建對不對 你要工程 還要一些服務費這樣子 他把這個一千六百九十萬 這個你擺來工程要做的事情也算進去 然後加起來喊不浪噹是八千五百多萬 天底下有這種事情 第一個 這筆錢不會入事故啊 因為這筆錢你拿來的 你就要做整件的工作啊 所以你這筆費用 竟然可以把它當作你那個微風 你說你的價格比那個Net好 你把這個價格也算進去 我覺得這真的太誇張了 OK那不管你們是六千多萬八千萬 如果真的有人願意出到一年八千多萬 我對我是基隆人好不好 我也代表基隆人跟大家說謝謝好不好 麻煩一下 各位盡量幫我們找一下好不好 八千多萬的好不好 我們需要希望能夠把基隆建設成 這個最漂亮的一個海港 可是這整個整件事情一路往下走 剛才講的這些 但逸展有一種狀況 會不會是不管說罷免案 或所有的你說要不要移送 然後包括前任市長跟現任市長 兩個人現在已經是在媒體上公開對幹成這樣 某種程度大家是不是都搭攻不射箭 或是只是按著刀柄 我並沒有真的要出鞘 我只是告訴你我有刀 我只是告訴你我要罷免 但大家都沒有要真的來真的 某種程度這算恐怖平衡嗎 不是啊 因為都從頭到尾都謝國良自己出刀了 沒有啊 國異講的對喔 國異的這些建議都是對的 但是太晚了 你應該在二月一號之前 就跟謝國良講嘛 他本來是不是小事 是小事 他本來叫做民事糾紛嘛 民事糾紛就是法院裁決嘛 剛剛博弈都講嘛 就交給司法去判定嘛 二月一號之前 為什麼他要強行的進入這個商場 來做接收 這個才引發民事變形勢嘛 那變完形勢 大家輿論嘩然的時候 他不是去解決形勢的問題喔 不是去解決民事的問題 他反而把林佑昌拖下水嘛 他把所謂的民事變形勢 形勢變成政治問題嘛 現在更誇張了 現在已經不只是政治問題 他把議長都拖出來 議員都拖出來 叫做選舉問題嘛 所以整個的局就是謝國良 一手導演出來 到最後現在變成是你罷免我 我罷免你 那是這個是誰造成的 就是謝國良你造成的不是嗎 從頭到尾有人說要罷免你嗎 也沒有人要罷免你 雖然民間團體 網路上有人發動 但是網路上發動是哪一個議員發動 是任何可以指得出姓名社團 像惡性這樣子一個企業去發動的嗎 惡性跟這些議員有糾紛嗎 惡性幹嘛沒事去罷免 他跟他沒仇 所以人家才懷疑是背後就是你謝國良 這種懷疑都叫做合理的懷疑 因為我跟你沒有仇嘛 我惡性的員工幹嘛 沒事去罷免議員 所以整個的過程就是謝國良 逐步的要把本來民事的問題 形式化 形式問題政治化 政治問題變成選舉操作 這個是謝國良自己在做盤算的 而做這樣的選舉操作 他有底氣 他認為現在基隆叫做藍大於律 你們敢跟我拚我就跟你拚 但是我要跟謝國良講 你什麼人不好惹 你去惹了議長嘛 因為這個議長 一般不會惹議長 第一個議長 因為他必須未來所謂的府會和諧 議長是平行的 而且他很多的預算 你都必須跟他溝通 市府的建設民生的法案 各種的建設都必須跟這個議長溝通 而且這個議長過去是國民黨籍的喔 也就是說他的家族未來之前都是挺國民黨 是因為林佑昌這八年執政做得非常好 而且他對地方的建設非常多 包含這個慶安宮 他常常去慶安宮辦活動 來跟這個廟宇的關係 公廟的關係維持得很好 所以這個議長才加入了民進黨嘛 我現在變成民進黨的議長 而且在這個操作過程都是林佑昌在操作這個議長的選舉盤嘛 我們好不容易有了一席的議長是民進黨黨籍 就是因為林佑昌 結果你現在把這個議長往民進黨推 那你現在在紀錄韓蘭大議嗎 不是他 他真的沒有下這個手 所以我就覺得說謝國良你的底氣 你的自信心到底是怎麼來的 你為什麼可以把一個簡單的民事案件 現在操作成說好我們全面來改選 全面來選舉 會不會是紀錄市黨部主委給他的底氣 因為黨部主委不是出來講說大家要戰來戰 跟市長沒關係 一開始是市黨部先提出這個問題來了嘛 每次謝國良一出市都有人出來扛 謝國良命也不錯 公子哥就是有人出來扛 你看警察局是誰叫的 是交通處處長叫的 公文誰簽的是副市長代行的 現在那個所謂的1920萬到底怎麼出來的 都是幕僚都是交通處 我現在把市長越算越多 全部都跟謝國良無關 國民黨的主委叫的動惡性 而且還發動這個這個也很怪 惡性黨部 不過再重申一次 國民黨黨部絕對叫不動惡性 但是惡性做出這些包括說要罷免的行為 是他們家族可能覺得謝國良市長受到一些委屈 受委屈 所以他們來做他的家族就是他媽媽 所以他媽媽做的事情他兒子不及到 所以謝國良市長說沒有他沒有用 他真的沒有 他也去找了 他也去找了同志委 他也去找了 他也去找了 現在謝國良又把這件事推給你們基隆市黨部 你是國民黨的議員 這個國民黨要不要出來扛 到底是不是基隆市黨部要發動罷免 基隆市黨部已經講了 所以是國民黨確定要發動這場罷免 不是謝國良 所以謝國良 對謝國良叫他不要要冷靜 所以包括謝國良 所以為什麼謝國良要冷靜 國民黨要罷免基隆市的議員 國民黨要出來解釋啊 朱立倫要出來解釋啊 大家都要冷靜啦 包括他黨部也要冷靜啦好不好 不要把這事變成百日戰爭千日戰爭啦 對 不要口水戰 可是現在看